除了邀请肖战参加节目之外,央视就见网三一世还发图配文称,是非在己,毁誉在人,得失不论,简洁明了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肖战事件的看法和态度 也许,肖战就是因为人品过关,义得过关,所以才会赢得央视对他的认可吧?毕竟央视作为我们的主流媒体,一直都是业界内的标杆,他邀请的艺人从来都不会是问题艺人 肖战此次的春节物料已经全面放出,他的影视资源、时尚资源以及其他方面的资源较之以往都进行了升级 肖战2022年虎年首秀定档于大年初一,他此次会登上文联春晚,和大家一起喜迎新春 而在大年初二的时候,肖战也会和杨阳、迪丽热巴、杨幂等人一起登上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